这个小妇婆为了得到心爱的男人 竟把男人囚禁了起来 不仅命令韩国顶级神经科专家 每天给男人注射 各种精神控制类的药物 使用的剂量 甚至一度大倒 但一旁的专家都害怕会要出事了 看着小妇婆这狠毒的样子 专家恨不得都给她一个耳光 然而 此时这个读多了死书的专家 哪里懂得 在这世上还有一种万能的神药 那就叫爱情 小妇婆虽然心里比她都害怕男人出事 但是深深的爱让她坚信 自己看中的这个男人 一定能扛住所有苦难 再创奇迹 重回巅峰 原来就在几天前 当男人再一次出尔反尔了 拒绝了这个小妇婆的追求时 小妇婆就感觉 这个男人绝对不正常 于是 她立马动用自己强大的背景 开始调查男人过去的一切 可这不查还好 这一查 小妇婆反而更爱这个男人了 因为 她发现这个男人 不仅不是一个流浪的乞丐 反而真是个盖世英雄 她就是曾经被誉为 韩国正义之光的顶级记者 调不成 以前无数揭露 韩国丑闻的惊天新闻 全都是出自她手 而她之所以会变成 现在落魄的样子 也正是因为 她当年冒死揭露了 现韩国政坛老大 尹熙悦的风流往事 才被这个狗东西迫害入狱十年 最后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听到这的小妇婆心都碎了 但更让小妇婆觉得心痛的是 明明这几年来的悲惨生活 早已把男人变成了一个 醉生梦死的流浪汉 可她那满是酒精的躯体中 却依然保存着人性的善良 那天在她办公室 问她借的那一千万 她并没有拿去享受挥霍 而是跑去了医院 帮前妻的孩子偷偷支付了医药费 看着这么个绝世好男人 小妇婆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她决定 不管男人将来是否会爱上自己 现在也一定要用尽一切办法 让这个曾经的真男人 再次的重振雄风 我所遗伦呢